Hello大家好 我是Candy 今天我要给我的汽车空调加制冷剂 也就是所谓的给空调打气 在今天视频中 我会介绍今天会用到的所有工具 以及给空调打气的整个流程 我今天将会使用新型的碳氢制冷剂 这比传统的含浮制冷剂 价格更低 制冷效果更好 延长空调系统的寿命 而且它还能保护环境 另外最重要的 就是它不需要空调的执照 所有人都可以买到 那大家就可以自己动手DIY 给空调更换制冷剂 那好了话不多说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 今天要用到的工具和材料有这些 首先你要有一个真空笨 这个和气笨正好相反 气笨是打正的压力 这个是抽负的压力 没有真空笨当然不是说不能加气 但是标准的做法 是要把旧的气给抽干净的 而且我今天用的气 不是传统的R134 所以我一定要把旧的R134都抽出来 另外我们要一套 给空调加气用的表 这个就是传统标准的工具 你给所有空调加气都要这个东西 这两件工具都是我问我朋友借的 我自己也没有花钱买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可以问周围的朋友有没有 实在没有 外面借工具的地方应该也是有借的 你真的要买一个这种表也没多少钱 几十刀你也可以买了 接着我们要一个秤 这个就是做饭用的秤 可以精确的秤出分量 因为我们待会加气 是按照分量来算的 最后就是我们的气 我买这个high chill minus 30 就是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司做的 这种制冷机 你不需要任何执照 就是可以买到的 最后和气一起买的 你还需要准备一个接头 因为这个罐子的接头不是标准的 我们传统标准的接头是接不上的 所以我们还要买一个接头 关于制冷机 我待会还会展开再讲 接着我们就开始做 首先你要在你引擎舱里 找到你的空调管 低压管和高压管上 各有一个接气管的口 我的车 这边就是我的低压管的接气口 另外这边就是我的高压管的接气口 你在车上找到一个红的 一个蓝的盖 这两个东西就是给你空调用的 如果你的引擎舱很大 实在找不到的话 可以顺着这样的空调管 一个是你车上的压缩机 会连在这个管上 另外一头就会顺着这些管 一直连到你发动机最前面 水箱前面的空调冷凝器上 这里插扑一下不一样的车 给大家看公调加气口长什么样 像我这个福特 靠近发动机舱最前面 这边上面写个H 就是高压管的位置 另外靠近发动机舱后面 防火墙的位置 上面写了个L 那就是低压管接气口的位置 再换一个新车给大家看看 这个车的压缩机也在这边 空调压缩机上面的管出来 一直到车前面的冷凝器 再有管子出来 这边就是我们的低压口 在发动机舱的另一侧 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帽 这个就是我们的高压口 高压口稍微小一点 低压口稍微大一点 长得像一个气门心一样 这个所有车都长得差不多 而且引擎舱里只有这个东西 是长这个样的 所以绝对不会搞错 现在我们先要知道一件事情 假设你空调里面 现在还有压力 也就是你在车里 按下压缩机的时候 压缩机的离合会连上 它会转起来 那就说明里面还有压力 这个时候 说明里面还有制冷剂 你可能不需要加 但是如果你一定想要换的话 就需要把里面的制冷剂 先找做空调的人 上门给它抽干净 要不然的话 常用的制冷剂 是会散发温室气体的 你不能把它直接放到空气里来 会污染环境 尤其是像我这个90年的车 当年还用的是R12的制冷剂 那污染环境就更严重了 新一点的车 都用的是R134的制冷剂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也不应该给它 放到空气当中 那我这个车 这边有个牌子 前车主在2015年的时候 把R12的系统 换成R134的系统了 所以它里面 灌的本来就是R134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气了 但我知道里面没有R12了 而且我发现这里面 现在一点压力都没有 所以里面的气 可能早就漏完了 顺便提及去 过去的车都是R12的制冷剂 一直用到90年代初 现在外面R12已经没有卖了 你如果想化成R134的系统 最主要的就是加气的帽 它的规格是不一样的 这个网上几块钱都能买到 你直接换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所有管子的密封圈 R12用的是普通的橡胶圈 遇到R134制冷剂 是会被腐蚀掉的 R134用的是绿色的 防腐蚀的橡胶圈 一个车上 一般有大概十几个这种密封圈 只要有管子连接的地方都有 你要把这个密封圈也换好了 这个都很简单 自己都可以操作 我这个车之前它已经换过了 而且如果你的车是9394年以后的 基本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你现在就可以准备直接加气了 首先你把这个表找个地方挂着 找一个你眼睛看得清楚的地方 先把上面两个阀门都关闭 然后拿出蓝管 先和表上蓝色的头接上 另一头再接上R134的转接头 同样接到你车上低压管的位置 接着再拿出红管 一样的操作方法 最后接到车上高压管的位置 最后还有个黄管 要接到真空笨上 好了很简单 黄管接真空笨 蓝管接到车上低压管 红管接到汽车上高压管 一共就三根管子 很简单 那做完这些操作以后 我们先打开真空笨 这个时候它就开始抽气了 接着我们把表上低压和高压的阀门都打开 同时打开连接在汽车空调管上的两个口的阀门 这样真空笨里就可以把空调管中残余的制冷戒 或者空气彻底给抽干净 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表 现在我高压表很快已经到-30了 那低压表也基本上快到底了 我们让它抽稍微耐心一点 一般要抽个10到30分钟 你现在抽的越干净的 空调系统里的残余就越少 那如果你在表上没有看到这个东西马上变成负的 你可能管子哪边漏了 你听一下哪边漏气 再给它拧拧紧紧就好了 那我现在先等10分钟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好了 现在抽了大概20分钟了 到-30英寸拱住了 也就是几乎完全真空了 只要你看到你的表上到-30英寸拱住 或是76厘米拱住 你就知道它完全真空了 现在我们关上两个阀门 注意一定关紧 不然你刚才就白抽了 确定关紧阀门以后 我们关掉真空笨 在这边等一段时间 尽量等的时间越长越好 因为我们要检查汽车空调里面漏不漏气 漏气的话 你待会儿置冷机加进去也是没有用的 先拍个照片 那一般呢 我建议放至少一个小时以上 如果你像我一样周末在家没事 现在是上午 你就直接放到下午 你先去干别的 那我这边呢 先去剪这周的视频 然后再吃个午饭 一会儿回来再和大家看一下 好了 现在两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表 现在我的表呢 不管是蓝的还是红的 很稳固的 维持在伏30 而且一点变化也没有 那我就知道我的系统里面是完全不漏气的 接着呢 就可以开始打气了 那如果你看到表上的数字有变化呢 就说明你的系统里漏气 那你这边需要先检查到漏气 把漏气修好 重新抽真空 然后再重新检查 检查漏气的方法呢 有很多种 我们可以在管子里加上染色剂 再打上压力 看看哪边有荧光染色剂露出来 这种方法也是比较传统的一种方法 或者用肥皂水在汽车管子 任何地方接口的地方都稍微撒一点肥皂水 然后给它打上气 看一下哪边在吹泡泡 或者如果你发现你漏气流非常严重的话 你静下心听一听 哪边有漏气的声音 你可能也可以听到 因为如果你之前换过橡胶避风圈什么的 很有可能就是你换橡胶避风圈的时候没装好 或者没拧紧 那边漏气 一辆车上的管子接口还是非常多的 你不可能每个都拆开来 重新装一遍 所以还是要找技巧 找到漏气的地方 然后再针对那个地方处理 但我这个车现在不漏 我也没办法给大家演示了 我就直接开始加气了 这边我要用的是这个品牌的 叫-30的制冷剂 这种制冷剂成分呢 类似于天然气 里面不含带浮的温室气体 所以普通人就能买到 我家附近的正好有这个品牌的在卖 你不定找得到和我一模一样品牌的 但是没有关系 据我所知现在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在生产天然气类的这种制冷剂 那这个罐上写着呢 可以替换传统的R134 而且呢这个不用证你也是可以买到的 那这个-30里面的成分呢 主要是天然气的副产物 所以说呢它也非常便宜 再加上它和传统的R134 或者更早的R12比呢 它没有释放温室气体这个问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普通人不用证也可以买到 而且用这个替换掉你传统R134呢 如果你的空调在漏气 也不会给环境再造成很严重的污染了 我们买天然气的副产物呢 不仅省了自己的钱包 也对环境做了一份贡献 用此类产品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它是液燃品 因为它是用天然气做的嘛 等我们加到空调系统里面去 在使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但是如果我们买着存放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在太阳下面曝晒 要不然会有危险 那据我了解传统含浮的制冷剂呢 也就是现在汽车上用的最多的R134A 或者家里空调用的R22等等 这些产品呢都是有专利的 而这些厂家呢都是一些非常大的公司 他们垄断了很多地区的政策和市场 和石油公司的道理一样 所以虽然传统含浮的制冷剂 对环境非常不好 但是由于这些原因 现在市场上最主流的 依然是R134A的制冷剂 但是由于近30年 对环保标准的提高 含浮的制冷剂呢 已经开始慢慢减少了 而且现在技术革新了 已经有很多公司在做这种 天然气制成的碳氢制冷剂 这里新产品成本更低 而且不污染环境 兼容性又特别好 所以在不久的将来呢 肯定会慢慢地替代 传统的含浮制冷剂 那加气之前呢 首先我们要撑一下 这个罐子是多重 我这边是非常精确的620克 这个是里面制冷剂 加上铁罐呢 总共重量 把这个竖先记下来 非常重要 接着我们把罐子跟罚目连在一起 连上之前呢 确保这个罚目已经关闭 关紧 然后和罐子快速拧在一起 拧紧就可以了 那这边注意 这个品牌用的罚门的口径 不是标准的 所以我买了这个品牌的罚门 这样才能和罐拧在一起 传统通用的罚门的 这个口径会比这个会大一点 所以假设你要买 这个品牌的器罐的时候 别忘了同样要买上罚门 要不然你也用不了 接着我们把真红笨 这一头的管子 拧到罚门的另一头 这样拧紧 确保它不要漏气 这边先把罐子罚门朝上 很小心地打开罐上的罚门 这个样子里面压力 就到黄管里面来了 但是黄管里面还有空气 那我们要在表这边 把里面的空气稍微放出来一点 确保里面空气尽量排空 充满了制冷剂 我们可以从玻璃观察窗这边 看到制冷剂是否已经充满整个管子 这边我们关闭汽车这边的高压阀门 并且确保表这边的高压阀门 也是关闭的情况下 把制冷剂的罐倒置 打开表这边蓝色的阀门 让制冷剂流入汽车内 流入的过程中 你会从中间的玻璃这边 看到有东西进去 因为现在你汽车的系统里是真空的 所以它会把罐中的制冷剂给吸进去 并且你也会看到蓝色的指针 从负压变成正压 那是因为你制冷器罐中有压力 注意不一样的制冷剂 它的密度压力都是不一样的 换算的表 在产品的官网上都有写 像我这个车大概要用半罐 原厂R12或者R134要加多少压力 不代表现在我用的这个-30要加多少压力 你要按照分量来 感觉差不多以后 你就关闭蓝色的阀门 同时关闭制冷剂这边的阀门 注意关闭这个阀门以后 空气就不会进入管子里制冷剂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罐子给拿下来 那我们再去给制冷剂称一下重 现在它里面还有331克 本来是620克 那我们就知道了 我用掉了290克 那也就是正正好好 那我这制冷剂就够了 注意制冷剂不能多加 也不能少加 少加你可能不凉 多加了以后你可能损坏整个空调系统 那红的热头刚才就关闭了 现在我要把蓝的热头也同样关闭 然后我们到车上来 把车启动 并打开空调压缩机 现在呢 你应该就可以赶到空调的冷气出来了 现在是冰冰凉的 我这边 还是非常舒服的 那好了 知道它没问题了以后呢 我们把汽车关闭 然后重新回到你机舱这边 把阀门都断开 把高压和低压管的盖子 重新拧回车上 这个样子我们就把空调的气就冲完了 那可以看到用这个加空调器 只要你掌握对正确的操作流程 还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我们也一定要小心 因为这个里面是高压的气体 如果我们不小心哪边漏气了 喷出来的东西呢 是可能会点燃的 所以还是有这个危险的 不要在边上抽烟什么的 这个一般我也不用多说 但是在这边我还是想提醒大家一句 另外呢 就高压气体泄出来的时候 如果你哪边漏气的话 泄出来的气体 一下子降压以后 是会变得非常冰凉的 所以如果万一哪边管子破了 或者罐子破了 里面制冷剂喷出来 也要小心不要冻伤 但是一切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 像刚才一样 自己给空调灌气的 还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这边这个车呢 因为它几年前给空调做过保养了 所以说我这边只给它 加个气就行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 空调压缩机的状态怎么样 包括空调系统里的阀门 等等所有东西状态怎么样 我今天就给它加个气 然后开一段时间感受一下 全套的保养呢 其实你还需要把压缩机的管子断开 把里面旧的压缩机油给倒出来 在里面加上新的压缩机油 今天呢我是没有做这个操作 那如果我用下来这段时间 空调发现压缩机已经不行的话 有可能还会再做视频讲 但如果你只是空调制冷机里面 气落完了 像今天这个操作就完全足够了 最后呢就要在这个纸上 写上今天的日期 包括上面还有罐装的质量 然后把这个纸贴在你的发动机舱里 最好是贴在空调管 加气的这个口边上 这个样子一个是你自己不会忘记 之前加的是什么气 下次就不会搞错 另外呢如果你的车 过几年卖给了下一轮车主 你加了和原厂是不一样的气 它可能会搞错混在一起 那是绝对不行的 有了这个纸以后呢 下一轮车主看到这个纸 一下就会明白了 那好了如果你觉得 今天视频有帮助的话 记得在下面帮我点赞支持一下 如果你还想看更多类似的视频 也可以考虑点击下方 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更新了 好了本期就到这边 谢谢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